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恩上天的慈悲 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进行的是第45次世界大宗圣训的研读 今天要读的是一个新的单元 我们请淑娟来帮我们再复习一下这个经文 母运大同篇 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功 选贤与能 讲信修目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劳有所忠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观寡 孤独肺己者 皆有所用 难有份 女有归 祸物其器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利物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畏己 事故谋必而不心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必 事畏大同 好 今天我们就是要来到独肺己者 独肺己者 那独肺己者的这篇训呢 是由我们大臣至圣仙师孔子 来为我们慈悲训免 那请那个小佩来帮我们读一下 大臣至圣仙师慈训 处在可观的真地真宫里 逐渐幻化之理末失 因成果 因谨致 确切又实际 咒内待大丈夫 明了元之起 元之事 成不值 败不值 道士万化之主 贵有天地 先由此道 天地万象由道而成 一切生灵万物 由道而成 处在不可思议 神奇奥妙的殊胜当中 进入道的本体 此旋之又旋 众庙之门里 用不落入思维的第一异地 第一个念头的真宫里 所有一切参战化欲 万事万物就能明白 真理莫失去 寻真理 理莫失 因为这样才能成就一个结果 因谨记 好 我们感谢至圣先师孔子给我们的 这篇讯的正谈诗 正谈诗就很有深度了 从这个道的造化开始 有天地就有此道来跟我们谈 一切万物 万灵生物 都是由道所生 这当中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的 殊胜的道理在里面 真的是贤之佑 贤重庙之门 我们要好好去参悟 参悟这其中的第一异地 就是那个唯一的真理 从这参悟当中 去参战天地化语 我们就能够明白 这万物造化 这个道的奥妙 真理就在其中 那这个呢 至圣先师孔子叮离我们要谨记 还有一小段来 那个王讲师帮我们读一下 这段离路要确实去体悟 脚踏实地地去实行 到最后终能成就古完经来 试制本心 建制本性的天人师大战夫 那时就能够知道 元其元灭之灵 也不会执着世间种种的得失成败 亦无种种痛苦 好 至圣先师呢 给我们勉励的 那这里面呢 是希望我们能够见智本心 见智本心 视智本心 见智本心 当然这当中一定要好好的 踏踏实实地去体悟去实行 然后也要真正能够了脱世间的一切痛苦 也能够帮众生了脱世间的一切苦痛 那我们今天要接下来这一篇圣信 也是非常有内涵的 那个叶丽讲师来帮我们读一下 如南彭义者 亦可因立令至婚 昏欲秋双者 亦能全身且保真 修修有荣语 不必高举又圆语 藏修有袭兮 何谎走俗以抗城 失败之才具 莫忘记事为己任 经商之美与 代价 乌之权未无 无人游泪国 亦曾陈蔡亦为困 力至传天语 无惧 浮补满功成 第一小段我们俗间帮我们读一下 俗间 湖南彭义者 岂可因立令至婚 昏欲秋双者 必能全身且保真 修道人因志向远大 如同大鹏鸟一般 岂可以受利益迷惑 使得理智混乱 而成为修道的阻碍 修道之人格 应当高尚而严谨 如此 必能在成老俗世中 红尘望站立右下 全身而退 仍可保有一颗 自真自成无习的道心 好 一开始呢 先师孔子给我们勉励的是 希望我们有一个眼大的志向 就像那只大鹏鸟 一展翅就是高飞九万里 那一种胸襟跟气魄 这个是我们修道人的 应该有的一种人格跟担当 也等于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我们就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眼大的志向 那一种担当 那一种人格 在这个红尘万丈之下 也能够保有我们那颗 自成无习的道心 好像那个 昆仑山上的解美意识班 好 那 讲到这个大鹏鸟鸟 当然我们会想到庄子 所以一开始 勉励我们要学习 庄子里面所讲的这个典故 佩儀帮我们读一下 庄子告诉我们 这样一则避言故事 很久以前在北方的海中 有一只很大的鱼 它的名字叫鲲 这种鱼的身体有好几千里长 经过几千年的演化后 这种叫鲲的鱼就蜕变成大鹏鸟 这种鸟的身体也很大 它的背就有几千里长 因为翅膀太大 不能一下子就起飞 必须顺着海面飞行 然后鼓动它的翅膀 迎着大风直飞天空 离地九万里 大鹏鸟飞到南海 一住就半年 有一种小鸟 小鸟儿叫 邪正 邪正 当它看见大鹏鸟 在天空高飞时 就笑大鹏鸟 我们这些小鸟儿要起飞就起飞 要降落就降落 不必像你们这种大鹏鸟 要等待起风时 才能顺风而 而顺风向而飞行 再说 我们这种小鸟儿高兴时 就飞到树上 有时也可以飞到地面 何必要向你们飞到九万里的高空上 这个故事是很有趣的 它的比喻是非常明显 能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种啟发 它讲到一只很大的鱼叫做鲲 它的身体有几千里长 这么大的鱼啊 后来演化 演化 这个变成了一只很大的鸟 叫做大鹏鸟 那个翅膀也是一展开 就几千里 这个翅膀非常的大 所以不是一下子就有办法起飞 还要等待时机 等待大风 起来之后 一展翅就可以一飞 高飞九万里 哇 这样的一只大鸟 有一种小鸟 叫做邪正 它在下面看到了 就笑着说 哎呀 你们这些大鸟 这么辛苦 要起飞这么困难 那我们这种小鸟 随随便便就可以跳来跳去 飞来飞去 这个意思就是说 它们那一种小鸟 能够很轻 很轻易的在地上 或是在树上 这样跳来跳去 飞来飞去 不像这只大鸟鸟 这么样子的 不容易 但是飞得非常的高 这在讲什么呢 这在讲一个大支跟小支的问题 就是那个 自相 眼大跟小 小鼻子小眼睛 那种自相的差异 来我们请王奖师来帮我们读一下 庄子讲的上面这则预言故事 是要告诉我们 大鸟象征大支 渊博的知识 小鸟儿象征小支 浅漏的知识 我们食产会以自己的小支去判断大支 这样的判断 常常会造成一种偏见 这就像一种早上才出生 到了夜晚即死亡的小虫 它就不知道一年世纪的不同变化 好 所以自身先知 一开始勉励我们 要携大鸟鸟 不要携这个小支小箭的小鸟 甚至呢 招生梦许的那种小小的虫 要有那个 那种 眼大的志向 还有烟薄的知识 像那个大支大鸟鸟一样 这样才有办法去实践大同理想 杜如来帮我们读一下这一页 修修有容易 不必高举又圆引 常修游席兮 何妨走俗一趟城 虽然没有特殊才华 讲话很老实 有很宽宏的气量 天下善才都能融于内心 那么不管他在观或不在观 都不必远离 一位友仁德君子 乐善好施 心胸宽大 处处能为人着想 能爱好贤河之人 努力精进不懈的学习 闲暇无事或倦习之时 人虚二六时中不间断 又何妨奔走于成熟之间 因已在城污染城 好 这个地方讲的修修有荣 是讲那种非常忠厚老实的样子 虽然没有才华 但是很真诚老实 那一个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需要的不是那种很聪明 很有这个看起来很有才华能力 但是呢不实在的那种 他需要的是很笃实 只要很实实在在的这样做 就像修修有荣这样子 那不必高级又援引 意思是说不管去到哪里 在任何情况下 常修由习 那一种很懂得往内去 人家都缓求足迹来修身 修我们那种仁德精子 乐善好事 那一种胸襟 这种精进努力不懈的修 让自己能够达到二六十中 不离道 而且也就是说再成不染成 那种非常洁净的心智 再成不染成 就像美玉的玉石 再择其事或可买主 待嫁而呼吶 为了众生卖掉他宝 美玉犹如殊胜宝贵的道 世人不是道真理真 道之奥妙志 希望白羊天使能爱天宣化 将如美玉般 宝贵的道宣扬出去 为了众生的惠律 嫉妒世人 让人人都可以学修讲半形 好 接下来还要学习 智圣先生孔子教我们的 代嫁而呼的那种美玉 这是一个时代的才俊之士 所展现出来的 什么就是代嫁而呼呢 不是那种自吹自擂 不断的在那边讲自己的好 希望别人来用啊 来重视啊 来提拔啊 到处去钻营啊 不断的去努力 想要得到好的关系 能够有所提升 能够去做一些想做的事 其实 应该 君子是这样 人不治而不孕 自己努力了 那种才进之士 是不断的 自我要求 自我努力 以祭祀为己任 然后他就像金山的美玉 其实他有内在非常的美好 但是呢 他是等着人家 会掩饰英雄 来赏识他 而不是自己努力的 想尽办法要让人家 来看自己的好 然后来提拔自己 都是这样子 这个叫做代价而沽了 应该要做成这样子 人家才会显出 我们的尊贵 配仪 无人游列国 一臣 臣菜欲围困 立志传天理 无惧 仆仆满封城 大臣至圣先师孔子 于周游列国时 曾经也遇过臣菜绝良的危险困境 但生之君子穷到哪天命 困穷时能固守于道 应当安道待命 虽然如此穷困 还是立志传阳真理 丝毫不畏惧奔波劳苦 每位修道者都当 希圣希贤 孝圣法贤 跟随圣贤之脚步 至圣先师孔子本身 就是一个代价而沽的美誉 但是呢 在他那个时代 是一个乱世 所以孔子并没有 有很好的机会 去展现他的常才 但是孔子呢 他不会刻意的去钻营 然后去巴结 希望得到一个 发挥任官的机会 因为他是代价而辜 所以呢 因为这样子的一种高贵的心智 所以 也遇到了很多的考验跟锻炼 包括 晨菜结粮 消极发坛 这些等等 所以这里的五人 就是指孔子 五人由列国 译成晨菜义 为困 就是讲孔子 在周游列国 那十多年当中 遇到了很多困难 那种考验 但是他都没有改变他的志向 立志传天理 传天理 他主要传的就是 遥顺与湯文武周公 这些盛盛相传的 这个道统 这个真理 丝毫不畏惧 奔波劳苦 仆仆封尘 也不改变他的心智 不改变他的心智 好 以上呢 第一段的重点 就看到 智圣先生公子给我们勉励 都是非常好的 一个启发 第一个就是 我们先要有一个远大的志向 就像那一只大鲍鸟 因为我们要当一个大同理想的实践者 那个是一个合其眼大的理想 所以我们也要有 像大鲍鸟那样的志向 也像昆仑山上的那种 姐美的意识一样 其次呢 我们要羞羞有容 就是非常堵实飞鸿的气量 乐善好施的心胸 虽然 白洋法门是要走入人群 走入生活当中 走入众生里 就好像在红尘当中 但是要有再尘不染尘的那种 洁净心智 其三呢 还要当一位时代之才俊之士 有祭世救民之志 也像那个金山美玉 那么样的宝贵 那么样的尊贵 但是呢 是代价而辜 不是自吹自擂 自己讲自己的好 希望人家来用 来提拔 这个不是那样的 其次呢 还要向至圣先师孔子来学习 经历各种的困难 考验断念 都不改变 他的那一份先扬真理的志向 那一份 祭志素士 曾祭古圣先贤 那个实践 那个大同理想的心智都不改变 好 那今天我们就学第一段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到的是白话训 这是在我们 2004年3月21号在三侠灵影市 有汉宗黎大仙 以及何仙姑 给我们慈悲的 这个白话的圣训 佛说一切话 未知一切心 那我们请那个俗娟来帮我们读一下 自觉觉他 一事修一事成 自觉觉他 这两者缺一不可 上天选圣选贤 是要公元果满的 你们想吃苦了苦 还是做个平凡人就好 有的人没志向 想说我回天再好好修 这一次好好修就好了 干嘛要修那么多事 下辈子还要再来 这样好吗 好 这个 何仙姑 还有汉宗黎大仙 先佛给我们的勉励 一定要我们 能够把握 现在这个时期 一事修一事成 因为大开古都 这个以前 那真的是要修到三千公元八百国 现在我们 只要得寿民事一纸 因为刚好民事应运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尤其现在呢 很多官考我们的前辈都把我们倒掉了 现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最好修的时候 但是也最容易 忽略掉 没有好好把握 所以在这边勉励我们 要做一个自觉觉 他觉醒圆满的 这样子的一个觉者 大觉者 努力去修 一事修 一事成 下辈子再来会怎样 我都很难讲 来王蒋训 人生难得 人者无忧 显示人 忧愁烦恼一大堆 每天听你们说 人生很苦 你知道人生苦 为什么不好好修 您好好修成了 就不用再来受苦 这次修复成 下一次还是要来修成为止 只是到那时候 不知几个圆会 人生难得 一失人生万劫难复 绝非虚言 先活不会骗了都 前面讲 一事修一事成 这是千彩难逢的机会 尤其我们今天能够得一个人生 下次得人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这边先活跟我们讲要几个圆会 一圆会是十二万九千六百年 而几个圆会 就不知道哪时候才能在一道大开谱 所以一失人生万劫难复的意思就在这里 所以一定要懂得把握 但是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虽然德寿明是一指点 而且有好的环境 有好的修办 可是我们却一大堆烦恼 所以先佛这边跟我们讲说 忍者无忧 只要我们有那一份爱心的付出 为众生 为道场 为有缘的这些 能够得寿明是一指点的同修共办 大家一起努力 发挥我们的爱心 慈悲心 自然不会有这些环绕 环绕一大堆 这个 求道修道 还环绕一大堆 还人生痛苦 苦还很多 这样子就是 代表我们没有好好在修 所以先佛勉励我们 人生难得 要好好把握 素儒 先佛的苦心要能体会 当贤士们心声动摇 心声退至的时候 可要知道 诸天先佛多猛为你们担忧 贤士们也都知道 自己身上飞了多少六万年的冤叶在 咱既功替你们担着 你们自个儿也要知道长进 你们老师每次开班都要到各府各洞 请先佛来给你们慈悲 所以你们老师的苦心 你们要体会 好我们要体会 先佛的那一份用心 那一份苦心 当我们心智动摇的时候 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 非常爱我们的季空老师 还有我们的九贤七祖 都会非常的担心 先佛为我们担忧 九贤七祖也会为我们担忧 因为我们身上都背了六万年来的 各种各种的淹涅债 要去还 但是一试修可以一试成 这一试就可以全部还完 只要好好修 六万年来的淹金债主 一次要把它还完 这是不容易 这一定会有很多上天的慈悲 我们老师佛老师为我们担待 我们出三分力 上天帮我们七分力 所以能够好修好办 都要很感恩 因为上天的用心 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自己人本身的用心 却很有限 所以懂得体会 先佛的苦心 老师的苦心 我们自然那个心就发得出来 叶利讲师 多想想祭功 想想老母 贤士们以后 心生斗描寻 就想想祭功 想想老母 就在老母眼前 扣扣头 求求老母自卑 实在是贬性于痴 无名破不了 求老母自卑 加加智慧 护持此志向不退转 好 所以想想先佛 想想老师 想想老母 我们的心能够跟诸佛菩萨 跟老母相通 有时候 我们 当我们受苦受难 各种考验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信心 因为 有时候信心 尤其容易动摇的时候 更是需要 先佛的力量 但是先佛的力量 也要我们时时刻刻 想着老师 想着先佛 想着老母 然后 怎么做呢 再连前扣扣扣头 佛前扣扣头 求老师 老母自卑 因为自己呢 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叫做秉性 宜痴 无名破不了 所以我们需要上天给我们 加灵 加智慧 扶持我们的志向 不要退转 尤其 考验锻炼来了 有时候 这个志向就很容易 改变 叫做退转 一退转 要再转回来 就很难 是好像前面讲的 一丝人生 万劫难浮一样 所以一定要守好 如今 无名是修道的大障碍 无名是修道的大障碍 无名不除 修道就不会进步 所以要日日忏悔 才能破除无名 修道这条路要坚持到底 不是一天两天而已 是要长长久久 盖观定论 修道这条路要坚持到底 先佛勉励我们 但是我们人有很多的无名 无名是我们最大的障碍 无名不除 修道就不进步 无名就是我们的脾气毛病 一个人如果带着脾气毛病修 那就很难了 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 障碍会越来越多 所以一定要破除无名 怎么破除无名呢 多忏悔 多磕痛 多反观自喜 这个有时候也不是一天两天就有办法 要每天每天 所以为什么我们早晚现象要有厌忏分 提醒我们要日日忏悔 每天每天才有办法去破这个无名 每一次的忏悔 就是对峙这个无名的一股力量 每天每天要尽力 佩宜 勇于成全人度化众生 勇者无惧勇者果敢 当人不让见义有为 勇者有突破万难的壮志 不畏顺利福其心 不畏万难面其志 勇者见为寿命所以不怕死 修道人要有勇敢勇气 勇于当你的使命责任 勇于成全人度化众生 先佛勉励我们要当一个真正的勇者 勇者不是匹夫之勇那种勇者 勇者勇于担当 勇于度化 要有那一份勇者无惧 勇者果敢 那种当人不让的见义勇为 这些都是在实践我们的理想过程当中要有的 因为会遇到各种的考验断念 这个叫做顺利福其心 那当考验断念来的时候 我们不改变心智就是一个勇者 我们勇往直前 不只不改变心智 我们要勇于去突破 那才是真正的勇者 那我们勇于担当 勇于完成我们的愿力跟使命 了厌了罪 为度化众生而努力 这才是真正的勇者 王讲师 智能勇是修道人的基本 智能勇是修道人的基本要具备的 当时你们的潜能 前辈有志人勇 从大陆来台湾开荒 受苦受难 永不退治 才有今天这一片道场 古往圣险先佛可能离你们太遥远 你们看不到 但是你们的潜能 潜险离你们这么近 你们应该要效法学习 要见险施情 修道不要怕吃苦赖老 吃苦疗苦 哪一个圣险先佛 是因为不吃苦 不受烤而能成先做佛的呢 我们感谢先佛的慈悲 前面讲了很多勉励的话 其实都在给我们加持 那些都具备了智能勇三达德 这是修道人的基本条件 然后最后还勉励我们说 也许我们看不到五圣先贤 那离我们太远 但是前人贝啊 就是跟我们最亲近的 让我们最容易感受到 看得到的 这个 笑法这些 见贤痴喜 这些前人贝 那种吃苦耐劳 那种受烤受难 永不改变的 永不退职的那种行止 这是值得我们笑话的 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好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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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